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情况 怎么是你啊 刘 刘 刘星宇 刘晓宇 对 不好意思啊 刘晓宇 你 你不是一个模特吗 你怎么在人律师事务所呢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是模特 平面模特 对 现在是律师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因为这是我的座 可以麻烦您让一下吗 不好意思 谢谢 我这儿有点事 我都跟你说了 不好意思啊 我要找一个叫姜亦凡的律师 请问一下 那个姜亦凡律师他是 又改名叫姜亦凡了 那是我艺名 行 我呢找你说个案子的事来 我拿个材料啊 怎么了 这儿有点事我都跟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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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行 直到我我很认为 今天いる理由 舞传 savior 还今年警测 这儿有市场 的当时 就直接放在到 。。。 您可以拿下来 和我处理 有 soon 飞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姐 又去你那儿我不去了 你们关界所介绍真没一个靠谱 这孟母家说本来就是嘛 我们的船本本是怎么在呢 现在拥有的玛桂 还有每个人都要用的玛档 但是我们的船本是来自行的 在这儿里面史上 有一个小蟑档 在竹竹的关系里面 我尽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儿子的伤啊 主要是因为外力的撞击 造成的前臂 持骨 骨折 还有一些擦伤 都不是太严重的 恢复一下就好了 那他那眼睛呢 也没事 就是眼角膜有一些轻度损伤 刚才啊 做了个小手术 恢复两三天就好了 不会影响视力的 护士 我女儿在哪个病房啊 请问您在女儿叫什么名字 叫江亦凡 儿子 妈在这儿呢 怎么了 妈在呢 难受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您别着急 您女儿的伤啊 不是太严重 就是眼睛有些视网膜脱落的迹象 不过还要等到我们复查之后 才能确定 没有多大问题 您放心 她还没结婚呢 要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就全完了 大夫 您无论如何 得把她抢救过来啊 您放心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医生 医生 您怎么能把我的女儿 跟这么个大男人 分在一个病房呢 这首先是不方便 齐儿 万一出个什么事 谁负责任呢 非常对不起 这位大哥 我们医院的病床啊 这两天实在有些紧张 所以才不得不 这么临时将就一下 您放心 后天 后天一旦有空床位 我们马上把他们转走 后天 那现在也不能让我的女儿 跟这么个大男人 在一个病房里头啊 不是 这位老哥 人家医生可说得挺清楚了 现在是因为床位紧张 是临时性的 还有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呀 我儿子都伤成这样了 还能把你闺女怎么样了 不成啊 那可也难说呀 现在什么事没有啊 什么什么事啊 不是 你想有什么事啊 你以为我儿子 稀罕你女儿是不是啊 我实话告诉你 我儿子要求高着呢 他根本看不上你女儿 你就省了这份心吧 没人能把你闺女怎么样了 两位患者家属 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办法 也请二位多多体谅一下我们 后天我保证给他们分开 韩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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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丁 公园相亲活动 您准备怎么样了 我正在列铃铛呢 把这两个加上啊 好的 韩丁姐 好 你妹妹长着没有啊 还没呢 我爸为这事都丑死了 天天催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爸 你妹妹啊 被车撞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千万别着急 我跟你说 现在她已经稳定了 那我现在过来看看她 你不用来 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你说你来了 也不能探视 等她转了病房 我再告诉你具体的地点 那行 还有一点 等依凡出了院 你必须得把她对象问题 给解决了 你要强迫地拉她出去 相对象她又被瘸撞了 爸个心你就更担心了 知道吗 她老这么一个人不是个事啊 放心吧 那就先这样 我明天过来 我 爸爸 爸爸 你好 你是韩国人吗 你谁啊 你中国人啊 我还以为您韩国人呢 跟着欧巴欧巴的喊 你谁啊 我是跟你一个床头病友 对不起啊 我说错了 我是跟你一个屋的病友 你男的 你怎么跟我一个房间啊 妈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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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作业多吗 我都写了一半了 我可以下去玩会吗 去吧 去完了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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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我来就行 你知道吗 一帆出车祸了 出车祸了 严重吗 应该不太严重 爸给我打电话 本来想去看看他 但爸说已经过了看事时间 怎么会这样呢 明天呢 明天去看看 不用太担心 应该没什么大事 别害怕 这屋里啊 就咱俩人 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招了 你挺逗的 你说相声呢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那个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我车祸 我 我也车祸 你也是啊 我是伤了 左 左 左胳膊 你 你伤哪儿了 我 我右腿 你看啊 你一个伤了右腿了 我一伤了左手了 咱俩还都看不见 咱俩挺配的啊 不好笑啊 其实我知道你现在什么表情 你肯定冲我翻了个白眼 但是你眼睛看不见 你眼睛包着你 所以你翻白眼啊 我也看不着 我觉得你真是挺逗的 我觉得你不说相声可惜了 你要是累了 要么就睡吧 晚安 有事你喊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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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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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我这妹妹真让人操心啊 嫁人嫁人嫁不出去 现在都出了车祸 老天爷对她还太不公平了 赛工失马 胭脂非福呢 不用太担心了 小莫 吃饭的时候不许缠安排 惯了 回来了 儿子怎么样啊 你放心吧 没什么大事 就是明天要换一个病房 医生说伤筋动骨的 出院以后回家也得好好养着 曹总你说 你们做的那个项目 已经被防务大集团抢先了 而且优化和画面 做得都非常好 最关键 现在用原代码分辨不出 他们是否用了我们的内容 如果他们跟我们的一样 除非 除非是我们原代码被泄漏了 你摔地上了 我要上厕所 都是屁股啊 别去 别去 怎么了 怎么了 咋了 我踩你手了 看不见 来 来 我看看 我摸摸 你在哪儿啊 你别乱 你来 你抓着我起来 你抓着我起来 抓着我起来 我刚断的屁股 二 三 击 二 三 击 好 慢 慢 慢点啊 慢 慢点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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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 这桌 我知道了 原来 就这么转 这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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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个方向 好 来 来 来 好 你 你别进来 我 我 那什么我跟你放 放手鸽 你 你不就知道 我在哪儿了吗 这和明天 我不该就这样走远 枷舍了千万遍 又如何能改变 我们的这些天 我会想你的脸 怎么说再见 画面 冬结在一瞬间 时间 留下了无解的思念 回忆抵不过距离的遥远 那些往昔 如童话般美丽的记忆 如今又追散 小鸭呢 又跟方坤出去了 你说这俩孩子吧 都让我这么操心 跟方坤好了这么多年 俩人谁都不提 这结婚的事 你说这么好意怎么成 你呀 已经把雨明跟小韩 成功地拆散了 这小鸭呀年纪还小 就让她谈着呗 什么叫我把雨明 跟小韩拆散了 难道你愿意看 咱们这儿子 跟那方丫头 这儿跑得战乱国家送死 是不是 儿子 看见老妈了 嗯 妈 爸 爸 哥 你看这儿几呀 那二跟你一样 太厉害了 你怎么才来看我呀你 我今儿一大早 才和方坤旅游回来 一听说你受伤 我已经立马就跑过来了 我还不够意思啊我 行行行 够意思行了吧 这女孩今儿搬走了 嗯 我跟你说呀 她那爸可真的太佼佼了 哎呀 你看你 来 来 一帆 进 天哪 姐夫 让我看看 现在没事了吗 没事 别老盯着我 眼睛一点事没有 医生都说了 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过段时间就能出院了 那就好 一帆啊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 就踏踏地把病养好的些 好的姐夫 有什么事尽管跟你姐和我说 好 姐夫 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呢 眼睛真没事了 没事 我现在啊 眼睛一点事没有了 就我腿还有点疼 其他都挺好的 老婆 公司又打电话催我了 你太不靠谱了 你这哪是来看我的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是 你姐夫可是诚意十足啊 他现在最近公司忙得很 说去吧去吧 我有个事啊 一直呢 没问您 这小韩总这事 您是不是故意没跟我说呀 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还关心他干吗呀 那您就是知道 您就是瞒着没跟我说 是不是 没错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 要准备跟你一起到那危险的地方 我是坚决反对啊 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因为你们情况不一样 我跟你爸这儿就你这么一样子 他走您也得跟我 行了行了 不提这事行不行啊 人家大夫说了 你现在是恢复阶段 情绪不能有波动 不利于病情恢复 这么着 我去医生那儿问问 咱们什么时候 不如可以出院了 我 我很快啊 去医生 我眼睛有点累了 我想闭眼歇会儿 好 闭眼 休息休息 爸这回可给我下了死命令了啊 怎么了 说让你出院之后 让我尽快给你找一个能结婚的人 赶紧把你嫁出去 怎么这么痛快 这回媒体反对意见啊 姐 你觉得我算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吗 法学院的硕士毕业生 工作那么努力 赚钱也不少 人长得又漂亮 这还不算成功啊 那像我这么一个高端的女人 是不是特别不招人喜欢啊 那是那些男人啊 她们没品味 没眼光 就喜欢那些雍芝俗粉 你根本就不用在意 你相信 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吗 我信 感觉的东西很重要 什么意思 没事 随便问吧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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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腿刚好呢 别说 来啊 我要跟班克小律师 我想 你们 我也想你们 好了 还好吧 好多了 在你养伤的这点时间 方武达集团 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他们的研发速度 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个首级支付业务 是靠香港兆华集团 风头来支撑的 谁先出产品 谁先抢蛋糕 蒋总那边已经跟我急了 这个风头一旦撤出 我们毕竟栽在这个上面 这 这件事有 有点突然 我既然想跟你合作 难听的话我已经不想说了 这个项目 对于你 是事业 对于我 就是命 弄不好我的公司就得玩完 那 那您的意思是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时间 我们输不起 你先和康言谈谈 只要他罢手 我们才有就此一生的机会 怎么着 突然相机找我来了 那老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好点儿呢 可颜 真不打算回来了 行 咱俩呢 也别藏着掖这儿了 东西 都给他们了 谁啊 别装了 什么意思 趁我不在的时候 下手太狠了吧 咱俩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也是我带进研发组的 我很欣赏你 现在也是 如果你想收手了 我可以给你一机会 东西没给完 现在停 我可以既往不救 如果真是经济上有困难 咱们组可以帮你 真的不用 我给你一天时间 你好好想想 儿子 你看看这个 什么呀 你看 您够于这什么意思啊 妈就是觉得小韩 走了一段时间了 我不是想让你 赶快从这阴影里 走出来吗 这活动不错啊 到时候妈陪你一块去 不是 这时候相什么亲 这事我真感不出来 王雨鸣 你怎么这么傻呀 小韩能这么坚决地离开你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说不定人找了一个更好的 你还这傻了吧唧在这儿等着 我相信 小韩呢 不会是那种人 我跟你说啊 妈可是过来人 这点道理我懂 你们俩合不合适 我看得出来 你好好想想 这小韩 他父母从小离异 都不在身边 这个环境长大的孩子 他未必觉得你就合适 不管怎么说啊 我觉得你们俩 门不当户不对的 行了 我呀 我困了 想睡觉了 您 您也早点回去睡吧 听话回去睡觉吧 不 我跟你说啊 我睡觉可以 到时候这周末 你必须跟我块去 行 再聊 再聊 行了 再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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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到那么一个危险的地方 我跟你爸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是坚决反对啊 全是圣男圣女 我估计也知道都贴上来 这一公园也放不下 真的 这什么地方啊 你知道吗 什么啊 七八糟 我告诉你 我们今儿可都是会员制 不是会员想进了都难 这是老板娘说了 给你免费 早说早说我就不来了 还省得你答应人情 别废话 今儿啊 争取给我搞定一个啊 要不然的话 爸那边我都交不了差 我自己看啊 蒸菜是厂制的 你觉得我至于吗 不是妈 我真觉得啊 我不需要知道吗 你不需要什么呀 你不需要什么呀 你不需要 那个 我我上那边那父母区 我上那边父母区占个地儿 你在这儿看看 行吗行吗 我看有没有喜欢的 帅 看看 这张照片喜欢吗 丑死了 我一会儿啊 就把你的资料 贴到个最邪眼的地儿 等着我 别别别 你留边去 你留边去啊 你别贴中间 我叫耙 蒙蒙的太阳 可爱的月亮 我真没想到你们IT男 居然也没有像传说中 那么无聊嘛 你没看过那电视剧吗 就是那一开场 那男的跟那女的说 你以为 就是你以为的吗 说的就是我们这种IT男 你太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您好 您是来相亲的吗 对啊 我也是来相亲的 我的意思是说 要不咱俩可以了解了解 聊上了 那什么你要喝点什么吗 随便啊 柠檬水就行 两杯柠檬水 你也喝柠檬水啊 平时也喝也喝 那我随便聊点什么呗 是 随便 随便聊点什么 聊点什么 什么 什么 你叫什么呀 就说您怎么称呼啊 我叫刘晓宇 那个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律师 模特 平面模特 模特是吧 我是做那种啊支付软件的 就跟那支付宝啊一例子 这真是智商业呢 你觉着啊 就是我一搞智商业的技术工种 和你们这种娱乐圈的 能走到一起去吗 还挺忙 不好意思啊 我回个信息 没事 我想了一下 既然你问我这么个问题 其实我也挺想反问一下你呢 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靠什么呀 怎么了 你会读新术啊 我要会读新术 我还能坐在这儿 对对对 也是啊 那什么 我觉得啊 你人呢 不错 那我就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请说 我觉得啊 咱俩呢 可能不太合适 你看我是一做IT的一IT男 你是一娱乐圈的 咱俩这时间呀 可能搭不到一起去 再加上未来相处呢 可能没什么安全感 要不就算了 反正都是出来应付人父母 你说呢 那你别放心上 那个我 其实我出来见你也是 给家里人一个交代 就出来走个过场 那就 友谊先当地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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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接个电话 我可以确认康言在背后里帮助放大集团 好 虽然现在没有证据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曹总 那这事您想怎么办呢 你去一趟林海律师事务所 找一趟黄律师 他在打经济案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找律师 那没证据呢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时间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找到方大集团抄袭我们程序的证据 只要一找到 马上起诉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九死一生的机会 在吗 我想吐槽 我今天相亲又失败了 为什么呀 对方看不上我呗 你们IT男怎么事那么多 千万别这么说啊 不是所有的IT男都事多 我都快崩溃了 我就那么不招人喜欢吗 我觉得你肯定不错 烦死了 要不咱俩好的 咱见都没见过 真太草率了吧 这样我们达成一个约定吧 什 什么约定 如果下回我们见面都还是单身 回来就好吧 可以啊 不过你真不怕被我吓到啊 妈 你怎么这么早啊 你那个交通事故赔偿金下来了 法院让我去那肇事司机 投保的保险公司去取钱 别 你这是干吗去 周末还上班 有一种工作呀 叫加班 糟了啊 一盘这相亲相得怎么样了 全军覆没了 真是悲剧啊 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黄天麟黄律师的办公室是在这儿吗 我就是 您好 我是聚才科技的项目总监 我叫王雨明 来来 王总 来 坐坐坐 聚才科技 你们那曹总我认识啊 是 就是因为她认识您 我才能来找您的嘛 说说 什么情况 长得好帅 我还没听 是一半间的餐厅 你觉得她俩怎么样 还挺飞的 按照你的说法 康言已经巧妙地把代码泄露出去了 这个取证啊 难度相当地大 而且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 现在唯一的方法 只能从双方在版权局备案的原代码入手 因为你们暴庇在先 只要能找到两家公司优化算法的相似性 赢的几率就很大 技术层面上 我倒是可以全力以赴的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我们所唯一懂技术的律师 江亦凡 我想问一下那个 民商部怎么走啊 你干吗呀 我找江亦凡律师 走 我们带你去民商部 坐一下啊 那个 稍等一下 江亦律师去送个文件 他马上就回来了 走走走 阿尔呢 怎么是你啊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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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宇 刘晓宇 对 不好意思啊 刘晓宇 你 你不是一个模特吗 你怎么在这儿律师事务所呢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是模特 平面模特 对 现在是律师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因为这是我的座 可以麻烦您绕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 谢谢 谢谢 这儿有点事 我都跟你说了 不好意思啊 就是你们这儿那个 黄律师 让我上这儿来找一个叫 姜依凡律师的 请问一下 那个姜依凡律师她是 好嘞 又改名叫姜依凡了 那是我义名 行 我找你说个案子的事 我拿个材料啊 在这儿 你不认识吗 你不认识吗 有点事 你不认识吗 我知道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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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认识